作词 曼金凯 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 我是高金凯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做的范例是 Block denine 就是几区的设计 那我们用一个因子跟两个因子分别做 那我们在做极区设计的时候 如果你是属于类别质量 你就可以选这个 Multi-Level Categor 然后你记得在那边选重复项跟这个 block这边去选 那要几个极区你要这边block这边 目前我们希望选四个极区 那就在这边选四 那这个是已经做好的data 那我们有这个范例就是单因子极区的data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block这边1234 选四 那我们是用肥料跟反应的这个结果 那肥料 大概我们用三 三种肥料 那我们这边在形态时就会看到block每一个block 对相对于反应 当然 我们看下一个是肥料 那这边可以看清楚肥料 第二种肥料 比较 好的 比较高的 那这个分析跟之前的分析一样 就是把model 比如说block这边 全部做出来 那在exec这边它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边是当然是因为只有一个因子 所以是main effect 属效应 然后一样它会有 anova分析的结果 在deny effect我们并不对这个block 这里面做f减定的统计 这个我们程式设计就是 如果需要那 可能你要到那个sprint 就是列区那边它会有 然后这边再过来 是双因子的 那双因子的 我们有 到这个 5个block 然后 肥料跟品种这两个 这个范例 一样你可以看到肥料的 对反应 然后品种 还有极区的反应 这5个极区反应 那一样要做这个 Anova分析 那分析的结果都会跑出来 一样 它在block这边没有做f减定统计料 那 以这个来说 它的肥料跟品种 都是显著的 然后它的交互相不显著 OK然后Leg of 3 也不显著那这个代表这个模型是蛮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 操作给大家看 OK 好 那我们从这里开始选 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新的 Nu 那记得就是在Multi Level这边 那因为我们有三个Level 就选3 那 这边你就要自己去打 然后 难做一点 就 1 2 3 我们三种是跑着肥料 那记得在这边就是要选 选这个 block 在那边就有4个block 1 2 因为我们刚才3还是 不管 然后这边有4个 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数据 把它填进去 那为了要 节省时间 比较抱歉 我就直接用 这个 快速一点 把它贴上 在Excel上 OK 那选完之后 一样 就是做Evaluation 那这边看到这个是 肥料 AA就代表肥料 然后 再过来 如果你要看提区 那就选 提区 对 Response 的这个结果 提区对Response 结果 那是 因子对 反应的结果 OK那开始来 继续做这个 Anova 那我们这边有很多可以选的 如果你这样不选就是 这样选的话 这就是对A这个因子 这个是很无聊的 因为只能选A而已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 A 另外你可能可以看到 这个Effect List的这边 就是 A 这边是有 然后Legas B 跟Pual这边 Alova这边就显示出来 那这边可能有一个是比较不好的 那这个 到时候 看 实验是在发生什么事 那这边可以 在这个 常态图 的残差 可以看得出来 OK 好 那我们继续来做 第二个 的这个 范例 那我们直接 直接 就开启 这样比较快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Block 12345 这个 然后Rung 是照这样一直跑下来 然后 肥料A 跟肥料B 然后就是反应 那做法 就是跟刚才一样 那我们在这边一样 看出来 那这边 你可以看出来肥料 对反应的结果 A肥料 然后B 是品种 品种 然后两个品种 然后 block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每个block 每个底部 那我们现在有兴趣就是 把这个Effect 那这边有框出来 A跟B 那 这个是可以去选这个人 可以去选这个人 AV 那这个你也可以去把它选出来 那看一下它的结果 好 那这边可以看出来 AV这边并没有那个效果 所以我们 要把它取消掉 A跟B留在 我们的模型里面 所以这个Anoma 这边就可以 看得出来 那如果你要把它看 这个模型 AV在这里面 那这个看到它并不显著 不显著 那我们当然就把它 取消掉 好 那 这个急区的这个操作 就做到这里 谢谢 全杰科技 谢谢您 再见